高雄特產玉核包肉多汁田 每年5月又到了盛產季節 但頻頻今年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外銷日本訂單少了兩成 銷量也比去年同期少了31噸 幸好農委會手腳快推出水果包機 打算利用包機模式協助高雄農民 將玉核包外銷到日本 日本跟台灣原本有120幾個航班 然後就是客機跟貨機在120幾個航班 然後減少到現在每天大概12個航班 政府在這一段想辦法出手 讓貨運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價格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飛機航班少 連代運費也飆高到一公斤76元 於是中央補助運費30元 農民自負46元 加上讓華航協調 每週固定兩航班 一週60噸的貨品 可以先用網路訂購的方式 再宅配送日本 一樣是跟貿易商去合作 然後在台灣可以接單 然後在日本的消費者也可以取到 我們這個宅配到我們的地資 高雄玉核包利用網路預購 再以水果包機的形式外銷日本 在武漢肺炎疫情中化危機為轉機 屏東監獄生產的頂心醬油 防疫期間也很搶手 家用醬油的訂單 已經排到兩個月以後 兩箱 民眾的這個訂單目前要六千箱 消化這些六千箱的一個訂單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三個月時間 平均每年為國庫 易住近六千萬的營收 原本也會受到疫情衝擊 但因為防疫期間不少人在家用餐 反而醬油需求量大增 預防打算提高產能 年產量渴望增加一百噸 也讓屏東監獄的醬油 在防疫期間銷量逆勢成長 375南部綜合報導